现在我们大概知道 那一天雨雾中学有学生丧生 然后这所学校就废弃了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现在这所学校变成这个样子 或许就是某个东西在这个学校里面 学校失声撤离 女墨 你还记得在食堂 我们从玻璃门上看到的那个 学生的影子吗 就就你别说了 我现在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什么影子啊 其实昨天我和孙英航正在吵架 然后我们就看见 食堂的玻璃门上 反射着一个穿着校服的学生 正站在我的旁边看着食堂 那后来呢 我们都挺害怕的 那个影子 就直勾勾地看着食堂里面一会儿 就往宿舍那边跑去了 这 这是线索吗 大哥们 你们不会是想着要去抓鬼吧 我只是有一个猜测 你们听说过灵魂的假说吗 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生前一个地方经常逗留 或者突发一个让他终身难忘的事情 那么在那个地方就会留在那个人的脑电波 在特殊的时候就会浮现出那个人的影像 虽然这个假说还缺乏科学的依据 但是你们想 我和宿舍看到的 会不会是这所学校的关键 虽然好像挺可怕的 但是说不定真的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毕竟一直重复着嘛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么我们可以去调查一下 宿舍 你和宿舍看到那个影子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当时我和宿舍 先绕操场周围的小路慢慢走了一圈 然后才去的是他 里里歪歪调查了一下 怎么着 也有两个小时左右了吧 是吧 宿舍 嗯 没错 我一直在你后面 时间 应该是下午将近黄昏的时候 对 我记得正是因为天气变暗了 所以才没有看清那个影子的脸 喂 伙伴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 之前我们猜测 这里的时间是两天一重复 那么昨天看到的影子 在今天的时间段里 我们是看不到的 是啊 今天是午天 要调查的话 也只能等到明天的雨天 怎么了 实验 门 小 门 自己也打开了 是谁不小心摁到什么开关了吗 肯定不是我们 我们离空之台那么远 你 你们快看 学校外面的雾气 好像冲进来了 有脚步伤 他敲门了 为什么门外面 我什么都看不到 嘘 别说话 我们 你们扣远一点 有脚印 唉 走点了 吓死我了 真的吓死我了 为什么光有脚印 却看不到人 真的是 那我也妈 这脚印还湿漉漉的 今天是周几 周四啊 孙行 你问这个干嘛 啊不 我问的是 在语物中学 今天应该是周几 周日 刚刚他是从学校外面进来的吧 也就是说 没错 一个在日记里 本应该撤离的日子 忽然进入下这一段回归的脚印 你们说这是为什么 回来拿东西 笨 一定有理由的 你们看 这个脚印刚刚站的地方 不就是原来挂着 不用药吃的地方吗 看来这座学校并不是想真的困死我们 走 跟上去 看看他给我们的提示到底是什么 一个意想不到的发展 让原本以为困死在这里的我们 找到了一线生机 我们像是触发了游戏里的某一个任务一样 原本隔绝在校外的浓雾 随着这一双湿漉漉的脚印 入侵了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变得雾漠漠的 看不清远处 感受到这不一样的变化 我们每个人心中带着忐忑和莫名的亢奋 跟踪着这双十年前仓促的脚步 这里 这里不是我们睡觉的体育器材室吗 啊 脚步消失了 我们打开门进去 没有 里边没有 千万不要告诉我 我们这两天 睡在某个不干净的东西上面 方祥瑞 你要是拿出你一半的想象力 去找线索 说不定 我们早就出去了 这里我们刚来的时候就翻了个底朝天 不可能会有什么我们遗乐的东西 快来门口 脚印 脚印要出现了 走 快跟上 树 大树 这 这可不是教学了 后面的那棵大树吗 脚印 又消失了 大家散开 四处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迟疑你 留在原地金着 要是脚印再出现 就喊我们 怎么样 没有 你那边呢 没有 我这边 脚印也没有出现 这里应该就是最终目的地 我猜 这双脚印的主人先去传达室拿备用钥匙后 去了体育器材室 其实是 找工具来着 我知道了 你的意思说 在地上 天快黑了 挖 还是不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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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完 待续 没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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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完